课的名称 那这个课的名称去年跟今年叫的不太一样 去年可能会又会把那个Apple 就是那个苹果的那个iPad iPhone 也会想说以那个为主 不过后来发现 有Apple的稍微越来越少了 之前蛮多 比较多 现在好像比较少 现在好像都是Google的 就Enjoy的 比较为主 所以当然我们就不区分了 如果你是用哪一种 无所谓 其实这两个其实 共通性还蛮多的 那小部分会不太一样 那个小部分的部分 可以再提出来讨论 那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在今天 大概一天的时间 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整个完整的就是说 使用的一些比较 我觉得比较有心得的部分 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那有哪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大概把它区分 今天的课程大概 会有几个面向 可能我想到的 因为其实 我们今天的时间也不算太多 能讲的 我想有限 所以我就把那个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还有这个前面几次课上课下来 大家比较会 觉得比较有兴趣的 我把它提出来 那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几个 比如说 大概大家会比较遇到的问题 热门的问题 也许在书里面 或者是说一般 大家可能遇到的状况 类似像 怎么样把你的什么 你的相片 你的东西 直接从手机放到电脑里面做处理 或者是说你要 听音乐 或者你要看影片 诸如此类的 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找到 那并且 可以让你的手机具有多媒体的功能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呢 像我这边有分享一个 如何用手机 去遥控你的电脑 其实这个也蛮常用到 比如说我人在外面 那我现在想要做一点事情 可是我的电脑在办公室 或者在家里 那我也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用手机 直接就去遥控它 因为基本上 现在电脑都有上网 那你只要设定上网 然后呢 全线设定好之后 其实我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控制每一台电脑 那相反的 电脑可不可以来控制手机 当然也可以啦 那这样的话呢 比较 我觉得比较大的优势就是说呢 你可以出门 就是说你离开这个座位 你也可以比较放心 因为有些事情 为什么会需要加班 就是你好像没办法离开那一台电脑 离开那一台电脑 你很多事情就不能处理了 那如果说有一种方式 可以让你离开那台电脑 你在任何位置 比如说你可能在Starbox咖啡 你把 可能手机拿出来 你也可以办一点事情的话 我相信那这样会更轻松惬意啦 因为有的时候 真的一直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还挺闷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想要换一个地方去 换一个心情工作 那当然你可能会需要有这个部分啦 那这个是我用到 还蛮常用到的 即便是去很多啊 到国外也是一样 你到国外 你有一些事情怎么处理 那你的电脑一定不 可能没有办法 也许你一定要用某一台电脑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远端遥控 所以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办到这些事情 就比较不会有 好像想出门又不敢出门的那种 那种心情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经验分享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其他的话还有像那些办公的应用 比较多的我还是比较强烈 用那个Google的相关的东西 当然微软 Microsoft也有 或者是什么Jobox也有 或者是Apple的也有iCloud 但是用来用去 还是用Google的比较顺 比较习惯 而且它目前 当然全世界最赚钱的网络公司 就Google 最大的网络公司也是Google 所以那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啦 不过我用来用去还是觉得 用Google的相关的 比如说它的试算表 可以直接对应到那个Excel 完全没什么问题 而且等同就是说呢 你需要的基本的Excel的功能 在Google的试算表上面都可以达到 OK 那其他的话呢 像文件就是对应到 我们Office就是那个Word 然后还有PowerPoint 这些都没有问题啦 那后面大概就会有这些东西 给各位大家了解一下 那其他 大概几个嘛 怎么去安装App 我想如果大部分同学 你有手机 我想应该你都会有精益 只是说你可能不是那么有系统的去了解 怎么去设定 安装跟设定 可能有些同学都搞不清楚 那但是会有些问题就是说 可能你的那个手机常常那个 有点卡卡的不太顺 那你可能要去加速它 或者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很多垃圾 你可能搞不清了 到底你手机里面有可能又跳出 比如说他跟你讲说 你的那个什么记忆 记忆体记忆卡已经满了 那这时候你又头痛了 到底我什么东西该删 什么东西不能删 那这个当然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可是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那个App 就是装App 应用程式 可以很快的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这些都是 可能也是其他的问题 当然你也不需要说一装一大堆 一堆App 其实你那个在Play商店一搜寻 相关的App太多了 用哪一个比较好 那我会 我自己使用的经验 因为基本上早期是装一大堆 那其实功能都一样 所以最后就挑一两个就好了 够用就可以了 那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 我会提供给各位参考 另外最后面这个备份 也是大部分能关心的 比如说你这只手机 里面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很多什么联络人 很多什么简讯 很多甚至通联记录 甚至一堆的 里面有你需要备份的东西 那你要怎么备份比较简单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经常性的备份 怕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不小心 像手机突然没办法开机 或者是手机突然摔倒了 或者手机突然泡水了 那你那时候就不知道该 你如果没有备份的话 那会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也许你可以经常性的备份 然后呢 就一老比较是可以不用去担心太多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很简单的就帮你备份 那如果你懂这个方法的话 以后就一劳永逸了 OK 或者是说还有一个啦 你换了新手机 你要把旧手机的资料 快速转移到新手机 这个我常遇到 因为我跟各位讲过啦 我很常换手机嘛 所以会经常性 那你其实换一只新手机 你反而头痛 为什么 因为你旧手机已经用习惯了 你突然间要转移到新手机 你会忐忑不安 那到底带哪一只出去比较好 带两只出去又觉得麻烦 所以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你快速的转移 那这个我还蛮有心得的 因为我还蛮常换手机的 而且之前还有经验是 会像夏天 像去年的夏天 就把手机去买了一个什么 一看人家就会 弄个套 防水套 然后呢 下去游泳的时候 感觉还蛮好的 然后就学人家 去买一个 然后第一 刚开始买来的时候 还不敢用新手机放进去 我就拿了一只 还没有用的手机 就放上去 下水 感觉还蛮好 而且还可以 录影啊 拍照都没问题 后来想说 应该稳定的 就把新的手机放进去 想说 下一次去再下水 下一次下水 发现 这一次情况不太一样 发现好像怎么有气泡出现 感觉好像有水 后来发现 真的进水 第一时间赶快 糟糕 他还可以run 可是没有多久 他就关机了 然后 关机之后呢 因为进的是海水 海水 想说 想说回去 要不要用吹风机 吹一吹之 看看 后来 而且又上网 因为Google 现在还蛮厉害的 他都有教任何一只手机 怎么去拆解 那我在那个 对岸的网路上面 有看到 有那种维修师傅 他把整个拆解的过程 录下来 那我就看那影片照着做 真的果真把整只手机 全部拆解了 全部用酒精 用什么 把它全部 把它吹一吹 不过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没有醒过来 所以怎么办呢 不过还好 那时候其实 就 不过我还用蛮习惯的 所以我就赶快再买一只 一模一样的 然后马上 又可以了 恢复正常了 只是说要花一点小钱 买个经验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那个 那个防水套 看起来是 还OK 因为它很多层 但是我不知道它怎么会进水呢 所以你买防水套 而且还不是买最便宜的 所以就是还是要试一下才知道 不过试了 其实我也有试了 但是还是进水 所以那个防水套 一直就放在那边 就没在用了 所以 要不就是买一只什么 防水的手机 就是现在 最新的手机都标榜防水 但是防水 还有一种是防坡水 跟潜水 是不同的 你不要像那个 Sony手机上面说防水 那个防水是防雨水 那就有人呢 拿去潜水 然后就进水 然后就跟厂商说 你们这个广告不实 他会跟你讲说 那旁边有写 IPX IPX是一个防水的标准 那个防坡水 跟防水 是不同的 你还要搞清楚 你不要说 把防坡水搞成防水 那不一样哦 像那个相机啊 跟那个手机 都会有那个标示 所以这边要 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经验 那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呢 影音的播放 比如说呢 这个 现在有很多的 那个播放软体 不过太多 后来我就选一种 就这个就好了 MS Player 这个几乎都可以播 大概90%以上影片 所以我后来 本来原来是装了一堆播放器 不过后来 我通通把它移掉了 就留一个就好了 因为一个已经够好了 然后其他的话 就不需要再那个 另外还有介绍一个 是额外的 这个我也蛮常用到 叫Tue 就是YouTube那个Tue TueMatch Tue 实际上就YouTube 就是如果你今天 可能会有很多的影片 然后你如果说 要连上YouTube才能看的话 那你导部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那如果说你要在手机 把某个影片 直接下载到你的手机的话 那其实这个我也用的蛮多的 那它可以下载很多影片 那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不用连线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影片 那用这个方式的话 像我车上 我有额外一个平板 就是专门用这个 在家里就先把一些 我想要看的影片 都下载到那个平板 然后车上 有的时候 塞车的时候 就可以用停的 或者就是 可以额外有一些功能 然后呢 其他的话 利用什么 Google的官方的APP 那其实Google的相关的那个APP 已经做得非常的棒了 只是说呢 大部分人没有发挥到 它应该有的那个水准 其实这个Google里面很多APP 它已经该有的功能 都已经帮你 而且已经做得非常的棒了 但是也许一般人使用的习惯 可能还没有到那边 那因为我是已经 长时间在用了 而且用的还稍微 稍微有点心得 那这个部分的心得 也会跟各位分享 包含就是说呢 地图 像吃喝玩乐 什么什么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啦 甚至出国去自由行 用Google地图 也就很够 非常非常够了 等同你 根本不需要跟团 你跟团真的要浪费时间 你去 很多购物行程 真的是 你想去的地方 大概五分钟就要走了 那是很扫兴 然后呢 又跑去购物 我又不想去 后来干脆都自由行 那自由行的话呢 Google地图 非常的好用 为什么 因为它全部都用来规划好了 包含就是说 你要从这边到那边 坐什么车 什么多久会到 花多少钱 到哪边要走 你其实要 当然前提就是 你要有网路啦 你有网路 有智慧型装置 其实都会很流畅的 甚至后来已经走到 非常流畅了 甚至我们出去的时候 感觉没有什么障碍 我一打开来 我大概就知道我要怎么走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可以利用那个Google地图 去做很多事情 另外国内旅行也是一样 比如说你突然 你要像 突然要带家人 或带长辈出门的时候 就很头痛 开车没有问题 但是出门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去哪边好 去哪边 除了去哪边好之外 还要哪边好玩比较重要 不要说好 到那边又塞车 然后到那个地方呢 又还排队 然后排队就算了 又不好玩 不好玩就算了 还很贵 那你肚子气 一定会有 那有什么方式呢 你要到一个对的地方 好玩 然后呢 物美价廉 然后又是你预期内的 又还不错 其实可以靠Google地图 为什么 因为Google地图 现在会有很多人 去过之后 会给评价 五颗星 给几颗星 除了给评价之外 还会给评语 好不好玩 好玩为什么 像我就是那种多事的人 我到一个地方 好玩我一定会推荐 难玩呢 我一定会 会留下一些 比如说 但我不是那种 奥奥奥那种 就是一定会 明明去路边汤 我要五星级饭店的享受 不可能嘛 就合理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会拍照 有图有真相吗 你根本没 很多人没去过 然后呢 就说你去过 那不对啊 所以我一定会 给那个五颗星 给评语 然后给照片 那这样的话呢 以后人家要去那个地方 就可以还没去之前 可以先看一下嘛 那如果这个是你要的 那你就去 所以像我去某些餐厅 我搜寻那个 Google地图的时候 会先筛选 是不是四颗星以上的 而且这个四颗星 还是很多人哦 不是说一两只 一两个的话 那可能是他们店家自己做的 那如果是几百上千的啦 上万的那怎么做假 那个没办法嘛 对不对 那注入这样的方式 去大部分满意度都还蛮高的 基本上呢 还没有说因为这个去到 还被人家嫌的 尤其有时候带长辈出门 还想说那个地方 对不对好不好 所以常常有些深山里面 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那边有什么 但是我看到Google地图 有人见到那边很好 真的都去了哦 去那里 哇感觉世外桃源 那种花园 然后弄得很好 然后整个价格也蛮蛮OK的 然后吃的也还不错 那长辈就会觉得说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怎么会知道这种地方啊 而且还经常性知道 其实我也根本不知道 因为Google地图带我来的嘛 那我就是 Google地图里面有导航功能 那我就是照着那个 他给我的方向我就到了 大部分应该感觉都还蛮好的 而另外还有翻译功能 这个翻译不是 但是像以前那种翻译机这么简单哦 其实像去日本或去韩国 或者去任何地方好了 或者去需要讲英文的地方 那他还有什么 同步翻译 比如说你可以用中文讲 讲一段中文 然后呢 再切换到另外一个语言 他会同步帮你发音 里面我有画面 比如说 京都车站怎么走 对你先讲对 然后再切到日文 他会同步帮你把 京都车站怎么走的日文 马上帮他转换一下 你给他听 他就听懂了 真的这个方法还不错 你要问路的时候 即便 所以我在想说全世界好像 比如说还很想去什么像巴黎好了 因为那边的人 你讲英文 他可能不太理你 你要讲法文 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说 你可以同步翻译成法文 让他听一下 不然 手边没有这些工具 真的会 不是那么流畅 OK 那其他还有像云端硬碟 这个云端硬碟的话 也非常的好用 就是他其实就office 所有软体 其实在里面都有 那能做到 甚至你可以把 你的相片也备份上去 他其实就是一个储存 很大的一个储存空间 可以让你放到云端上面 云端硬碟 那另外还有像YouTube 这个我想应该 各位也不陌生吧 反正放影片 那如果说你要及时的 把你现在看发生的事情 及时传送到YouTube 让你的亲朋好友看到的话 其实YouTube也办得到 所以其实你一只智慧手机 你把YouTube打开 就可以马上录影 他马上传上去 有点像SNG转播车了 也可以做到即时的 这个部分 所以之前呢 他举一个例 那个什么 之前不是有什么 太阳花雪韵的时候 他也有那个即时啊 其实他就利用这个方法 YouTube的那个APP 他也可以直接怎么样 把相关的东西 传到那个云端上面去 那今天大概会有 这些方式方向 OK 好 那开个头 课刚大概是这样 那接下来呢 关于我 其实也 如果你要知道 我很简单的 你就到那个Google上面 搜寻吴老师 那在这个 吴老师的这个页面 大概前 前面几个都应该是我的吧 我看好像前面四个应该是我的 那好像第四个是 卖什么 养生的什么 或者是 那都不是我了 主要是电脑方面才是我的 OK 好 那其他我当然呢 今天教的课 应该算我教的课里面 比较简单的 因为我他们都教一些 自动化的东西啦 就是 一些有VBA 比如说你想要在工作上 按个按钮 自动全部事情都搞定了 那那个课应该开得还不错 因为我都会先秀一下 你看按个按钮 所有的事情通通搞定了 那同学看到就觉得 哇好棒哦 如果以后你的工作是按个按钮 就可以搞定的话 那多么好 我是教你们这样 因为很多事情 不需要一直涂法练钢 你要懂得利用工具之外 你还需要做一点点设计 把它串在一起 这事情就会非常的 怎么讲 快速的有效率把它做完 所以为什么我会用这些工具 最主要还是 让你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不然你没有这个工具好了 你像出国啊 我怎么敢 所以人家说我怎么敢 一个人到任何地方都不会担心 因为你手边有工具嘛 你就不用担心啊 所以我基本上 问路的机会非常的少 基本上不太需要 为什么上面都有了嘛 那最担心的就是什么 没电 对不对 因为没电的话 所以我出国 可能还不只要带一只手机 可能要带个平板 或带个其他装置 还有行动电源也要带着 如果这些都有了 那应该就不用担心了 所以这些装置等于是 一个你的 让你更加有信心 你到任何地方 你都不用担心 会有什么状况 因为上面都可以告诉你 该怎么做 那还有就是说呢 其他这是我的相关的简历 那因为我除了在学校之外 主要之前是担任业界 有一些实务的经验 曾经也创业过了 创业的经验 OK大概有这些 那我也带过学校单位了 不过很久以前 我发现在学校单位 其实可能状况不多啦 可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技术 因为有技术很快事情就解决了 那还有我的证照 这证照大概30来张 然后也辅导学生去参加 然后我自己也命题 他们也找我命题 另外我也有一个教学的频道 YouTube的频道 也就是把上课的 这个内容录下来放上去 就大概这样子而已 那里面的话呢 目前观看次数 其中有好几个频道 因为我不只一个频道 其中有个频道观看次数最多的 它的观看次数是超过424万次 观看次数 这里面只有教学 没有别的 那我这件事情做了超过十年了 所以才有这么多 你不要想说 420几万怎么来的 OK 那还有订阅人数的话超过9000多个 那这个订阅人数呢 当然大部分在台湾 不过也有很大一个族群 是在台湾以外的地区 华人看得到 他都会想要学习 因为我觉得台湾还有蛮多地方 是真的在国外是找不到的 某些特质 所以对岸的同胞也经常会翻墙过来看 因为他们虽然 他们那边是封锁YouTube 可是他们有一些方式也可以看到 我一定要看到 有那个简体制的 他会问一些问题 会跟我一些互动 OK 好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在上面有放一些YouTube 什么的 然后他有一个计划 就会旁边会修一些广告什么的 那不影响内容 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也会固定一段时间 会给我一些费用 会给我美金 我觉得这还不错 因为我就跟那个一些大学生 或者一些上班族讲说 他说你要额外做一些兼差 那不是说那种 你用这个方式 就分享你的一些内容 你的习惯 比如说写一些部落格 放一些影片 那这个就会给我一些金额 这边总共是 有五位数字 不过这边有个小数点 小数点 他开头是9 但是这个金额是美金计价 是美金 OK 所以我觉得 这个他给的还蛮大方的 那所以我的那个 出国的自由型的旅费 都是Google赞助的 真的 OK 而且才绰绰有余 尤其是自由型 那你如果会用一些工具 真的很省 你不用花太多 反正出国 很轻装的 也不用什么 反正我就是该带 主要是电子产品要带齐全 还有我的那个相机 就是单影相机 因为出国一定要记录下来 否则的话你大老远跑一趟 没有好好把它记录下来 这样感觉好像 就是蛮可惜的 OK 那今天的话呢 请各位有看到 这边 上面这边 因为今天我第一个 我们这个课程 当然满意度要高一点的话 第一个 当然是需要知道各位的程度 所以你等一下告诉我一下 你的程度 第二个就是说 你到底想学什么 因为我们这门课 其实说真的 一天 到底能教什么 其实真的 没办法教太多 但是需要教的太多了 一定教不完 所以怎么办 总有那个取舍吧 对不对 那请你告诉我 你最想上什么 等一下的话 我们会统计出一个结果 那那个结果呢 我们就照那个 你们最想上的 为优先 OK 会有个统计数字 其实这个也是大数据的应用 因为你说大数据 它到底在做什么 就捞 最多人想要做的事情 你往那个方向做 一定就对 满意度就对了 OK 所以像什么 很多行为都是非理性的 那你怎么知道 哪一个答案是最好 得到大数据 大数据从哪边来 从你们身边来 那另外最后 我上课都会把它录下来 所以有些同学 如果说你那个操作的动作 一下子没办法记手 没关系 我到时候 如果你有需要 我会把它录下来 并且 我会记到你的信箱 当然如果你需要的话 如果你不需要 你就不要填 所以在我的问卷里面 这边有个QR Code 对 如果已经会用那个QR Code 扫描的同学 你就扫一下这个条码 它就会进到这个问卷里面 那也许你可以从那个 你的手机里面 帮我填写这个问卷 里面的问题 就我刚刚问的 你的这个操作的程度 还有你想要学什么 最后呢 可能问了一些简单问题 然后最后 如果你希望收到客后的email 客后的影片的话 你再留下那个email OK 那如果你有那个 你会那个扫描 如果不会的话 你就记一下这个网址 GOO.GL 小写的FTP 这边大写是H H是大写 HN 那等一下的话 请就是帮我填一下 就是这个简单的问卷 那这个问卷的话 里面就是我们要统计一下 大家的那个 最想要上课的那个 这个内容 希望以哪部分为主 那这个的话 就是在那个浏览器上面 那我们大概 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没什么 没什么退 太多的问题 快速的帮我答一下 那当然我也可以快速的 我可以取得 各位的大数据之后的话 我这边有一些说明 你的名字 然后你希望上课 以哪部分为主 还有你现在有什么装置 为什么来上课 有没有Google账号 那你应用达人的标准 会的话打勾 最后如果说呢 你希望课后有 能够收到那个 我们的上课的录影的话 那你留下mail ok好 那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底下 还有其他的app 这个如果需要的话 记一下 在里面有讲义吗 有讲义里面也有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你有 智慧眼手机 那也可以用那个 QR Code扫描 这个条码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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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